希望把它變成兩個按鈕的話 那基本上呢 這兩個按鈕已經做好了 我主要是利用錄製聚集 然後把它再變成兩個按鈕 錄製聚集我們前面有做過啦 只是說沒有做這麼複雜 但是特別注意 錄製聚集要很小心 不然錄下來東西會產生錯誤 OK 我實際上就是 會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做過一遍 但是舊的資料 需不需要恢復 不用 不用理它 因為反正再弄一遍 它還是在跑一遍 可是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你未來的 按鈕在哪裡 你就要先切到這個工作表 你不能說你直接切到這邊喔 因為你要把這個動作 點選的動作要做進去 才會錄到那個程式 它才會切過去 OK特別還有你郵標放的位置 你也不能 直接就放在A1 你可能要先放A1以外 然後再把它點到A1 才讓它錄製那一行 OK不然少一行的話 以後 它不知道要幫你貼到哪邊 會貼錯位置 這個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我demo一下 做完的結果 按一下 它會跑 跑完之後 過來了有沒有 這邊結果就OK了 清楚的話就是 要不就直接選 直接寫 或者直接在錄製去 也OK 這樣就完成 所以再按一下 就OK了 那動作的話呢 基本上呢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所以 我在雲端上面 我有放 做完的程式 也有把註解寫上去 因為錄完我講過了 每個動作 每個動作 你都要 最好記錄下來 否則的話呢 如果有錯誤 發生 你也不知道哪一行錯 OK 另外的話你也可以 有機可循 慢慢一行一行去做 所以呢 我們 假如要錄製的話 我再把那個demo一下 其實 就是主要是 1 2 3 這個動作 一個一個 盡量按照這個順序來做 那我做一遍給各位看 並且產生按鈕 清除一下 首先的話呢 錄製聚集 開發人員 錄製聚集 那我要產生一個叫 黑名單篩選 對 然後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 不過你之前可能要彩排 我講過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按確定 那1 把它蓋過去 好 1 郵標 切到 這個查詢名單 他會幫我寫一行叫什麼 叫 序齒刮鬍查詢名單 Denslator OK 寫這一行 他寫上去了 2的話做什麼呢 郵標放在 B2 OK 然後呢 公式已經存在 不用理他 反正就打勾就可以了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公式 輸入進去 OK 那輸入完之後再做什麼 下面再點兩下 OK 應該沒問題 然後 再來的話呢 就是 不對 不過他好像篩選狀態沒有取消 會不會影響 好像會影響 所以 NG了 好 所以這裡的話 請你先把什麼 這個篩選先恢復一下 所以好 NG算正常 OK NG的話 我們再從 所以盡量 先確定一下 你這個篩選有沒有恢復 不然的話 感覺怪怪的 好 那再來一樣 開發人員 停止 OK再一次 沒有關係錄錯了 你就再重來一下 取消掉這樣 1點這邊 2點這邊 3打勾 4向下 點兩下 4 游標放 B B1 OK 每個動作都要注意 少做個動作就不行 然後 B1點 再來的話 就是切到資料 裡面的 篩選 OK 筛選出來 再把這個地方留下1就可以了 再把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下 這個地方請注意不要用滑鼠選 一定要用快速鍵 Ctrl Shift向下 再來複製的話 Ctrl C 並且切到查詢結果 把它游標再點一下 點這個東西一定要做喔 你如果原來在A1那就NG了 特別是因為你如果沒有點A1這個動作 他以後資料不會放A1 OK這個可能要注意喔 A1然後Ctrl V貼上 好結束了 OK現在可以懂我的動作吧 所以 看起來沒什麼但是每個地方都是細節喔 如果做錯一個步驟 你要NG重來了 OK 錄是聚集 不過你多錄幾次你慢慢就熟了啦 OK OK好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停止錄製了 OK 好 沒問題吧 再清除啦 清除我覺得比較簡單 這個應該沒什麼 反正游標放這邊Ctrl Shift向下 Delete也可以 所以清除我就不錄了 OK 然後我們試一下剛剛錄的 因為名稱已經做了 按鈕也做了 OK 按一下 會不會成功呢 有沒有成功 21個 成功了 OK 清除 再一次 但是呢 可能會有一個 地方還不盡完美 哪裡呢 按下他之後的話 他其實已經切過來了 但是因為那個地方 跑太久了 有沒有 他會卡卡的感覺有沒有 就是好像 這個畫面感覺好像要 更新不更新的 那但是對於功能有沒有影響 沒有影響 主要是因為 你一邊切 然後一邊又跑那個康義圖的運算 所以他會卡住 但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不夠完美的話 你只要 再寫一行程式 再開圖就可以了 那怎麼怎麼跟改 一樣吧 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那個我們剛剛錄製的 黑名單篩選 最後呢 如果你要完美 當然 我講過了 這邊自己再加註解 比如說第一個動作 游標切到查詢名單 他會 先幫我錄這一行 第二個游標再放在那個 B2儲存格 有沒有 第三第四自己再加一下 其實每一行 都也是重點 順便也可以學一下VBA怎麼寫 所以有些程式不會寫嘛 你先錄 然後再改 所以 一般就是兩邊搭配 如果功力還不夠的話 就會錄製 錄製 至少錄也不能亂錄 要錄 對 動作 最後如果你要再讓那個 更 完美的話 其實你只要 多加一行 就是跟他講說呢 我這個畫面 你不要幫我更新 那不要幫我更新的話 就是說 他就不會這樣閃 閃一下閃一下 那 畫面也是Excel管的 所以Excel物件也叫Application 跟那個Washu function的那個物件一樣 裡面的話 點下去 他畫面更新 畫面的話 Screen S Updating 要不要 OK 把它點兩下 那不要更新的話呢 等於什麼 不要 False OK 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待會 你那個 切過去不要這樣 要切不切 要閃不閃的 意思說你不要更新的意思啦 反正呢 你就做你的 最後再一次 顯示就好了 等於你剛剛做 跑底下的程式 畫面都不要跟我更新 就是 停在原來的地方 但是記得 一樣的動作 跟那個 Protator跟Unprotator一樣 記得你如果 關掉之後的話 在最後一行 記得要怎麼樣 把它打開 不然的話以後會怪怪的 應該要更新的東西 結果都不更新了 會產生錯誤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成 畫面要不要更新 所以 以後呢 如果你遇到那個 你 錄完的 聚集 就會發現 閃來閃去 一直閃 尤其切畫面 切來切去 它就看起來不美觀的話 很簡單 就是這一行而已 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就OK了 那因為Application管的 講到這個Screen 我剛好想到那個 前幾天 我自己家裡的那個螢幕啊 我是買一個24吋的螢幕啊 結果那個螢幕啊 突然間呢 他就是畫面花花的 然後 巧一巧又恢復正常了 然後又花花的 就覺得很煩啊 就想說什麼 乾脆 就上那個PC Home 就給他定 沒有就 那台已經用了大概7年了吧 應該已經可以收中正清了 然後結果呢 想說就買一台新的吧 然後就已經訂了 結果後來呢 不過訂之前 我想說 像我這種 是 呃 勤儉持家 克股奈勞 我想說 男生嘛 會拆 那我有些地方拆不下來的嘛 Google YouTube上面 看有沒有人 猜 真的有人 教我怎麼拆 我就知道 用一個 鐵齒 把它 摳摳摳摳 全部 散開來 對不對 然後呢 網路上就有教嘛 用那個 接點 因為那個可能是那個接點氧化了 所以我想說 把那個接點 把它拿下來 噴一噴 因為我剛好買那個 電子接點 那個 清潔劑嘛 噴一噴嘛 反正 死馬張 活馬一嘛 結果後來噴一噴噴一噴 欸 裝回去之後發現 它又正常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貨給退了 OK 這也是 一個經驗嘛 所以後來發現家裡很多那個 電子產品 其實它其實並沒有壞 只是接點氧化而已 但是問題前提你要會拆 那像是我們反正沒關係嘛 反正壞了就壞了嘛 拆壞了頂多就丟掉而已啊 啊 試試看 它又恢復了 我也不知道它能夠撐多久 OK 不過至少 它 有活著啦 因為我剛好看到screen 那最後看一下 畫面會不會花掉 好 試一下 按一下喔 剛剛會閃對不對 現在呢 完全不會閃 有沒有 很好用吧 OK 所以 這一行呢 當然呢 你不加 不影響 結果 但是加了 感覺 會更好 OK 因為它不會一直閃 只是一行那個 Application 點那個什麼呢 Application 點 Screen Updating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切一下 所以那個每一個動作喔 我剛剛做的喔 你每一個 就是盡量不要多做 也不要少做 因為你 多做了 它就會多一行程式 那如果你少做了 它 可能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BUG 所以每個地方都是 細節 盡量 就是照著剛剛的方法 去把它完成 那如果你因為 會有閃來閃去 大部分都是 它的資料 會是在別的工作表 那你如果要避免那個工作表 這樣切來進去 會閃來閃去 就是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吧 好